无论多高血糖 记住这两点血糖慢慢降下来 大家好 我是中医花医生 在看诊时呢 我发现大多数糖尿病友 在控糖时呢都会出现 突然的血糖飙升 肾脏衰竭等问题 不仅把人折磨勾腔 还特别影响寿命跟生活质量 那今天呢 我就教你两招 帮助您把血糖轻松控制平稳 避免并发症问题的出现 尤其是第二招 用一个好一个 其实像这样的患者 在临床上并不少见 我前阵子还碰到过一例 他是一位长途司机 平时根本舍不得给自己调理 但最近呢 发现自己刚醒就没进 而且食欲呢也大不如前 跑长途的时候呢 还出现了事物模糊 手发麻的问题 更要命的是呢 喝水跟排尿也偏多 经常是一到服务区 就得下来放水 要么就是变得不行 情绪呢也不受控制 血糖更是飙到了失误以上 已经严重的影响了他的工作跟生活质量 但他又不想打胰岛素跟长期服药 于是便想起来中医条理 我看他的面色潮红 舌子偏红 舌苔偏少 脉搏也是偏细发快 于是便大致推断出 他这可能是阴虚火旺所导致的 还有点神经末梢受损 跟脾胃亏据的问题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我了解到患者首次体检查出糖尿病 已经是三年前了 之前一直没啥感觉 就觉得没事 也不太在意 酱糖药也是想起来就吃 想不起来就不吃 这就会导致他 室热体质一直存在 同时内分泌一直是紊乱的 那么疲惫自然就会一直亏虚 动力不足 从而使糖丝内热淤滞 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急越多 自然他身体的阴阳便会失衡 从而导致他阴虚火旺的体质 这还没完 患者平时跑长途 还经常憋尿 这又会导致肾脏的损伤 从而促成肾经的亏损 而肾经和气血 是相互生成的关系 如此一来 肾经和气血双虚 自然位于人体顶端的眼睛 以及位于神经末梢的手脚 都得不到乳养 那患者就会看东西模糊 手脚发麻 同时水液代谢也不受控 一般像这样的患者 我都会帮助他 自因清热为主 健脾强味 补肾甜筋为辅 主要帮助患者通过 滋补烟液来调和体质 使身体的阴阳得到平衡 自然各胀气机能便会得到提振 同时身体里的热毒也会逐步被逼出 此时内分泌便会恢复 那这样患者的血糖就会趋于平稳 同时呢他的情绪也会跟着平定很多 此时再给患者的身体安装发动机 把他的脾胃运化能力提振 让吃进来的东西可以顺利运化成营养 给气血提供动力跟乳养 那患者便会觉得一身轻松 浑身有劲 同时也把他常年亏虚的肾气和肾经补足 这样水液代谢也会恢复 这样尿品的问题也会同步改善 当时我给患者分析完病情后 他特别认可 随即拿了三月的条理 就在差不多将近两个半月的时候 他便兴奋地告诉我 不仅食欲增强了 肾上有劲了 血糖也保持了平稳 于是复诊时呢 我又给他加大了剂量 又过了差不多两个半月 困扰他的尿频问题也改善了 那么看到这里 你便不难发现 其实血糖莫名其妙升高的问题 一般都是忽视早期调养 使身体阴阳失衡所导致的 因此便需要积极地自因清热 同时再搭配健脾强味的调理 这样或者一方面食欲可以转化成能量 另一方面 内分泌恢复了 痰丝排泄能力也会增强 自然血糖和其他问题也会逐步消失 但中医讲究辩证论治 因而失智 因此咱们碰到问题 还是要及时就医 从而辩证地找到 适合自己的调理方案 这种事实在是要求 对那种事实在来 在帮助您的调理方案 对那种事实在来